大家好 吊兰是最好养护的一个官业植物 在家庭养护当中 很多花友都不想 吃一些有机肥 一呢 担心有气味 而且呢 犹豫遭虫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 长得就非常旺盛了 小吊兰 准备要抽出来了 我这盆 一直以来都是在室内养护的 室内养护 最关键的就是摆放的位置 一 我们一定要摆放在 通风良好的地方 有散色光 起到光合作用 更有利于制造养分 让这个叶片呢 更加有利 第三就是施肥了 我在室内养护 也不用有机肥 用复合微生物肥 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在花盆 边沿 埋上一小勺 回填土药就可以了 这种复合微生物肥 平时我们教水呢 很容易就溶解到图养里面 让植物的根性 实际 图养中的微生物丰富了 可以促进植物生根 壮根 提高抗病性 增强植物的抗力性 同时还能改良图养 增加图养中的有机制 促进料兰 更好 更健康的生长 我这本料兰 长得非常旺盛 根性呢 已经布满了整个盆土 也要给它换盆了 所以说呢 养的这么茂盛 在室内养护 施肥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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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